健身教练马哥 想知道你平时是否有吃早餐的习惯 反正我是没有 你们玩健身的人不是早饭 但是我身材好啊 你们玩健身的人还吃宵夜 但是我身材好啊 你们玩健身的人还吃麦当劳 我相信早饭对于现在很多的来说 已经变得可有可无 每天宁愿多睡一会儿也不想起来做早饭 而且其实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 比如像我就喜欢在空腹的状态下去完成上午的工作 但是其实长期在晚上到第二天中午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每天都有一段这么大的热量缺口的情况下 确实非常不利于健身的恢复 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来一起学习到最简单 最方便最好吃的吐司早餐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条某一上的视频教程 太简单了 好 现在来到我们的第一步打三个鸡蛋 葱花 到目前来说三个鸡蛋对于我的家庭条件来说是绰绰有余的 好 现在我们起锅烧油 我好像什么没有拿 今天要做吐司我这样把吐司也忘了 还有一部视频上面说要把它切鸡蛋 现在再次起锅烧油 别的我不会但是根据我多年煎蛋的经验 煎鸡蛋的时候油一定要烧的够热 我们试着先把它翻一面 好 差不多了 接下来要做的是把它叠成一个像三明治一样 我的锅好像小了 好 直接把它对半吧 好了 就这样吧 好了 就这样吧 虽然有点小小的偏差 但是自己吃啊 差不多就行了 但闻起来绝对不是开玩笑的 好 现在我们回到某英来看一下第二种做法 没问题 第二种做法 我们依然先打两个鸡蛋 然后这一次我们用的是一块全麦的面包 同样我们先把它切鸡蛋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往它中间泼一层酸奶 我感觉酸奶好像流的差不多了 这种做法我觉得应该比较适合爱喝酸奶的女孩子 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了 看到它的外表已经有一点焦 可能是因为是全麦面包 好像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三种做法 先把土司切成丁像这样 切好的样子 既然把香肠切成丁 对半切再对半切就快多了 这还你们教我的呢 再拿两个鸡蛋加一勺盐搅拌搅拌 加一点清水搅拌均匀 然后配偶倒入土司翻炒香水 即将倒入香肠碎翻炒一下 把它不平整 然后加上蛋液 按您过的时候撒上芝麻和香葱 最后撒上自然粉真的超级小 这个我喜欢 我们把刚刚剩下的土司边给一起切掉 不要浪费 然后再切一点火腿丁 然后现在把我们刚打过的鸡蛋放入一点盐 这里我们就把黑芝麻和自然粉给省略掉 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要简单方便 所以这些点缀的东西我们就不去刻意装饰它了 刚鸡蛋放少了 临时补救一下 这样肯定没问题了 下面这一步就比较厉害了 如果你未满18岁的话请不要轻易模仿 现在三种土司已经呈现在我的面前 但是总的来说我肯定还是最喜欢第一种做法 因为它绝对是最简单最方便的最优选择 而且它那股淡淡的葱香味也会感觉比较接地气 比较中式一点 感觉就是非常简单粗饱 两片吐司三个鸡蛋还有两片火腿的搭配刚刚好 等一下再把它吃完 现在让我们来试一下二号早餐选手 我很庆幸还能看到有点酸奶 因为刚刚在煎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流掉不少了 吃起来还是会有一种酸奶味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把它当成点心可能还会好一点 还不如用一号选手然后搭配一瓶酸奶 那不是很好吗 像我们的三号早餐选手 它长得又像一个煎饼果子 又像一个披萨 闻起来就像街边那种鸡蛋饼 但是味道还可以 可能是它有加盐的原因 所以它吃起来比其他两种会重口味一点 我喜欢 吃是挺好吃的 就太麻烦了 但是其实它一号早餐选手 对比起来的话 其实我是更喜欢这个味道 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还会做第二遍第三遍 只不过就要多使一副刀杆 好了 今天带大家实践了抖音上学到的三种制作早餐吐司的方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用一顿简单快捷又有营养的早餐去开启你新的一天 好了 这一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转发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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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